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有丰富的经验 可以跟谢国良分享 中央也愿意帮助 基隆市长谢国良则回应 他感受到郑文灿的善意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完成这项建设 金融捷运地方负担保增 政府与交通部将会面讨论 针对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说 愿意传授新建捷运的经验 对此市长谢国良也回应了 郑文灿副院长有表示 要用自己的经验 来协助基隆来新建捷运 我想我在这边 必须对他公开的表示感谢 我觉得他相对的对基隆 有比较多的善意跟包容 非常感谢 那我也期待未来能够 从政部院长身上 以及交通部 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个方案 对基隆市能够负担得起 然后对未来的建设有实际的帮助 所以在这边对于郑文灿副院长的昨天的评论 我们要公开的跟他表示感谢 至于金融市政府何时和中央会面 交通部长说正积极联络中 部长已经讲了 他们会主动来联络 那我想我们就静待佳音了 市长有关在这个礼拜拜访市长 所以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 有跟铁道局联系 但是他们也还没有接到长官的指示 我想我们今天上班 我们会马上积极跟铁道局 跟交通部来请示 那交通部长官要拜访的时间 市长谢国良说 他能感受到郑文灿的善意 会一起努力让捷运新建完成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日前黑帮高调举行春酒 引起警政署震怒 即日前基隆警察局展开扫荡黑帮扩大领检 不到两周时间 警察局长张树德再次亲自带队 二度执行扩大领检勤 总计动员四个分局一百多名警力 希望黑帮分子不要心存侥幸 大批远警执行扫黑扩大领检 前往45处场所领检 警察局长张树德亲自带队 出发前主持请教 金融市警察局执行威力扫荡黑帮扩大领检专案侵入 会场指挥官保安队副队长张俊强报告 十道出行警力 73名 完毕 居然文 居然文 由于最近这个逐联邦 民人堂 还有几个帮派在台北市新北市 利用分商请喜庆 那这个公然的向公权力挑战 引起社会各界发展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院长 陈建仁先生 我们部长林又昌先生 还有我们署长 黄署长 都是震怒震怒震怒 所以希望 我们自己的辖区 希望各文局 一定要去布建 根据警察局统计 3月7号到3月10号 合计侦破各类刑案 50件53人 通缉犯6名 此外还破获制造及贩卖毒品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二部区 在全市7个行政区 找两所国小规划增设 绿色斑马线的绿底行人穿越线 市长谢国良前往见得国小 视察学童上学通行情况 强调行人友善的行车文化 城市应该以人为本 理让行人通行更友善 上午8点不到 见得国小校门口车来车往 学生过马路 仔细一看 地面上的斑马线 都换上绿色的色调 让不少家长和学生 觉得更安全 之前可能比较大 现在涂了绿色 让人看得可以更清楚 因为它的颜色很明显 有一些就是刚好阿公阿嬷带来的 对他们的视力 那个视野也觉得比较跳跃这样 应该是比较显眼嘛 怎么说 因为颜色 两个对比颜色很清楚啊 就是画了绿线之后 绿斑之后呢 那个人车都可以看到 这个绿斑的存在 它有这个更明显提醒的一个作用 金融市政府推动行人友善政策二部曲 两个月来 在全市13处及部分国小路口 画设绿色斑马线 无论材质或者视觉 都让驾驶人和行人清楚辨识 金融市长谢国良 一早来到建德国小校门口视察 强调未来会加速完成 市区和其他热点都欺上绿色斑马线 早上来到建德国小 来看一下孩子们上学的情况 以及继续的了解我们的绿色斑马线 在行人友善的部分 给予他们的协助 我们目前在全市有13个地方 以及大部分的国小 都已经上了这个绿色斑马线 从视觉上 从走路的这个材质上 其实都会有一些改善 一方面是让行人比较安心 一方面是清楚的标示 让用路人 让汽车机车的驾驶者 要对于这个绿色斑马线 要做清楚的礼让 那我们觉得行人友善 是我们未来积极在推动的一个政策 包括前一阵子 也有一些网红提到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 我觉得这一阵子推动了约两个月以来 已经有了一点点的成效 但是还不够 我们希望在六个月以内 这个成效能够更加的显著 市议员秦珍和林佩祥 上午也陪同市长到现场视察 对于市府推动行人友善政策相当的认同 因为现在我们小爱爸爸推行的友爱城市 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建德国小 看我们的绿色的人行步道的一个建制 看对于行人以及车辆他们的一个注视力 辨视力的一个状况 那过去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红绿灯的管制 所以在行车上已经早成间 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交通会混乱 那现在建制之后是有所改进 但是希望我们的行人 还有我们所谓的驾驶朋友们 在行进路口的时候 这个时段确实要我们来受警惕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友善的行人设施 能达到我们最佳的一个 大家共享的一个效应出来 让我们小朋友还有各位家长们 在上下学的时候 接送的时候比较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其实针对友善行人这个政策 贝祥是表示绝对支持的 因为基隆市的人口密度高 那我们的车辆又大 贝祥自己最近在路口 不管是安乐市场还是仁爱市场 都发现说后面的车 会很直接去压迫到前面的车 导致前面的车有时候会急着要过 而对行人有所交通危险 所以来执行这个行人安全 友善行人的政策 那把我们的行车文化也好 还是整个交通交易也好 再做进一步的升级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基隆市 未来很重要的一环 不过针对日前 网红质疑市政府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态度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回应 我们不管是警方的执法或科技执法 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会继续的渐进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最好是养成一个友善的行车文化 因为每一个用路人其实也都是行人 回归到最后我们是希望以行人为本 这个城市一定要对行人更加的友善 那当然一开始大家不习惯 大家习惯就是车子比人大 人要让车子 但我想经过了一段的努力 还有我们会继续努力 因为就像我讲的 每一位用路人也都是行人 希望到时候是能够以行人为本 以行人为主 多让孩子跟长辈在我们的城市 这是我们想要行硕的文化 新的绿底以行人穿越线 除了辨识性更高 看华系数也比传统的斑马线高 能够让人车通行更安全 记者黄绍鸣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接到民众反应 希望改善光一路旁边高速公路桥下 运动场地的安全 透过镜头带您去了解 画面上是仁爱区光一路旁 位在高速公路桥下的亲子运动场所 市议员郑文婷接获民众反应 特别前来关心长辈与富佑的运动休闲安全 邀请仁爱区公所与警方等单位进行会刊 这一个地方因为无障碍空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它的车主会间隔比较宽 那因此也让机车比较方便出入 所以常常会有机车在这边进出 但是这一个空间是人形的一个空间 尤其假日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出来运动 所以民众跟我们澄清希望能够增涉车主 不要让机车可以上来 那今天会刊呢 我们非常感谢仁爱区公所民政科的科长 他当场承诺会帮我们加装一排的车主 但又要能够维持无障碍设施这样的一个功能 让机车进不来 但是轮椅也好 或者其他人形的部分都维持它的仓同 施议员郑文婷感谢仁爱区公所允诺解决问题 让民众以及长辈富佑进行休闲运动时 能够更安全放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六堵科技园区里面的六堵二接合公建路口 刚好是大型社区住户进出的路口 因为没有红绿灯管制经常发生车祸意外 因此民众向当地六堵里长和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张耿辉也邀及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办理会刊 争取可以加装红绿灯耗制改善问题 货柜车等大小车辆来来往往 这里是六堵二接合公建路路口 刚好是大型社区住户进出的路口 因为没有红绿灯管制 社区居民和附近公司董事长都说 这里经常发生车祸意外 就从这个路口转弯 转弯要往前走 那隔壁线它就冲来跟我们同条线 那它开得很快 还好我们有赶快停起来 那没有的就很危险了 红灯利的话对我们比较安全 我们的员工很多 尤其我在三楼 我每天都往窗外看的话 常常出车很危险 我每天都在上班 往窗外看的话 常常发生车祸 因此民众向当地六堵里长和市议员 张耿辉反映 张耿辉也特地邀请 基东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办理会堪 希望可以加装红绿灯耗制改善问题 这边车速都很快 而且华纳这边出路的人口车流量也很大 是非常有需要来做一个管制 非常感谢张员对我们地方的重视 这是这个红利灯来管制 因为虽然说前面有红利灯 但是有时候我们华纳透天 还有公司他们上班 有时候出来的话 往往带红利灯 利灯的时候他们车速会加快 这边出来的话往往就容易发生车祸 所以在这边也发生 曾经发生过好几件的车祸事件 那今天我也特别感谢我们交通处 很积极的 黄哥长积极的到现场来 再次的办理会堪 我觉得再请他们回去 真的是有必要设置 也有关一些技术上的客户 也请他们回去好好的研理 主要是在评估这个路口设置一个 号制设施 来做这个干支道的一个车流的分配 那可能后续还是会针对这个路口 他的这个号制点位 设置的这个点位来做一个评估 张耿辉表示他个人会持续追踪这个案子 希望交通处评估后 尽快设置红绿灯 减少车祸意外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阿蕙阿 头前是怎么啦 阿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么?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阿你是说要花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能不能像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那会比较安全啦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热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 财神殿参拜哦 基隆市112年市长辈桌球锦标赛在基隆体育馆举行 总共吸引90支队伍前来切磋球技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到现场为大小选手们加油打气 基隆市长谢国良来到112年市长辈桌球比赛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基隆市桌球委员会主委曾继妍也跟市议员陈怡 市议员施伟正共同进行开球 预祝比赛顺利进行 我爸爸小时候在做民意代表的时候有时候就在各地有带我去打桌球 所以我自己也喜欢打桌球 那等小孩大一点我也想教他 因为桌球其实可以训练这个注意力反应 我觉得其实都很重要 那我自己觉得我的很多基本的反应力 是跟小时候训练桌球有关 所以我自己在很多运动里面 尤其基隆也蛮常下雨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找一部分是室内合宜的运动 那我觉得桌球也是蛮适合 而且大家如果有打的就知道 桌球可是会打得全身都流汗 而且运动非常充沛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鼓励大家在基隆可以多打桌球 112年我们市长杯的桌球锦标赛 那维持两天的赛程 那昨天是我们基隆市的学生组 以及我们基隆市的机关组 那今天第二天的赛程就是12号的赛程 也是我们开放我们社会组 以及我们的壮年组 那社会组的部分的话就是开放给全国来参加 那这两天的参加队伍总共有90队 那大概有差不多七八百人来 最少有八百人来参加 那我想借由这个机会来推动我们基隆市的桌球这个风气 那我想基隆市的气候 我想桌球是最适合的一个运动 当然很值得推广 因为桌球是一个室内的运动 所以很适合在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或者是学校 机关团体只要有桌球桌都可以去做练习 网球是整个身体 然后整个核心这样子一连贯的挥上去 那桌球呢是手臂在打 然后就是隔行隔如山 然后陈怡现在呢也还在学习中 希望能持续进步 而且我们桌球在系列活动 在世界上 还有一个更大的基隆市的桌球联赛 就是包括我们的七个鸡 来出赛再来产生前世的决赛 6月3号有一个基隆市运动会 我们也是有七个行政机 南里各一队 是基隆市运动会的项目其中 我们的桌球 从我们曾经员在两人节节以后 活动系列的办 而且我们今年全国运动会 在10月21号 在台南全国运动会有桌球 希望我们的桌球 以前是基隆市的强项 在我们曾经员出会接了以后 能更进步 在全国里面打下好的成绩 由于第二天的赛程是社会组 每个年龄都可以报名 因此画面上可以看到 国小生对上高中生 或是国中生与社会人士对打 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非常激烈 加油生四起 场面非常热闹沸腾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前往 市立棒球场 关心基隆市棒球代表队的集训情况 除了致政加菜金 也为林克谦总教练领军的棒球队成员们 加油打气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为基隆市代表队打气 首先登板开球 结果投出好球 市长展现好身手 而原住民市议员陈明健也下场小事身手 也投出了好球 展现运动手感 市长谢国良赠送加菜金给代表队 期许大家在接下来的原住民运动会等赛事中为本市 市府也会努力让棒球在本市向下扎根 我跟这个克千教练 本来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也长期的在为基隆市的棒球来努力 那也在陈明健议员跟我们张处长刘处长的帮忙之下 我们今天来慰问了我们的这个基隆市的棒球的代表队 那是一个实力坚强的队伍 所以我也很荣幸他们有送我一个基隆的代表队的球衣 表示小爱爸爸跟他们也是一样一份子 那我也长期的在跟我们的棒球界的友人们一起讨论 我希望能够在基隆除了成人的棒球以外 可以培养一个明星的国小的少棒队 这个事情我跟克千这个长期在讨论 那我也希望说在大家的比赛到一阶段后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跟教育处留处长 跟民间议员来好好的来筹备 因为这有很多优秀的棒球选手 有很多也都是原住民的孩子 所以不管是原住民的孩子还是我们基隆的孩子 我们都要鼓励他们打好棒球 因为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我们要把它这个在基隆能够做得更好 发光发亮 也谢谢今天大家们的参与 当然因为我们基隆本身那棒球就是比较沙漠 那刚好借由这次市长的支持 那这次市长也有跟我们讲说他想要组成烧棒队或是三级棒球 这是说这次市长真的很蛮有这个心啊 那希望能够再把基隆的棒球能够再让它活络起来 棒球经典赛我们杰出的人员都是原住民 所以我们一直在基隆市能够发掘我们原住民的一些体育人才 所以今年的原住民运动会由克千教练来带领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协助的这样一个成绩 我们也希望提议这一块能够在我们基隆市作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一环 在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原住民主行政科在这次非常支持 我们基隆市原住民来共同组成基隆市的代表队 参与两年一次的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 这是有史以来基隆市的棒球队首次组队来参加 所以我们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开心 基隆市棒球代表队的球员都是由原住民组成 为了三月底将在台北举行的原住民运动会 以及预计在五月份登场的全民运动会 即日开始展开密集训练 市长谢果良特别在民政处长张渊祥 教育处长刘美兰等人的陪同下 前往棒球场为大家加油打气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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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为好朋友了 在网站里面交谈以后就成为好朋友了 所以一定是先虚寒问暖 最后就慢慢的骗一点小钱 骗到多了以后他可能牛排钱五万块会给我 就说那不然你就买个戒指给我十五万来吧 是不是这样 是慢慢就熟了以后 然后变成好朋友甚至进而交我 婚嫁的对象 以后他会娶我 然后就开始陷入到爱情诈骗的陷阱里面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对不对 对他这个模式这样子 我们当下的我们比较喜欢在社群媒体来交友 来寻找一些虚拟的对象 但是很多诈骗的这些坏蛋 就在网站里面贴着那个大头贴 那都是实相的帅哥美女 就是美的啊帅的啊肌肉男啊这种 对啊对啊对啊 比基米女 对啊或者是一些我穿着金冠 就像我今天穿着那个 帅帅 或者是我是联合国的什么 威合部队的金冠等等之类的 我酋长的这个儿子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这芳心寂寞就看到说真的太帅了 然后又正点又穿着制服 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人 就这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他每天跟你细航温暖 然后又关心你等等 让你彼此之间就慢慢越聊越起劲了 对 认为以后就是 是我找的对象 对我可能会嫁给他好开心 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他的后面就是 我先跟你说我是什么什么厉害的人 但像那个军官啊 我觉得我看到好几个案例 就是说他在前线打仗 他要回来没有钱 对对对 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挥一点钱给我 我才有钱买机票回来 是 回来我才能娶你 对没错 那或者是说我希望到台湾来 就跟你订婚 问还是怎么样 现在钱被 我是军人嘛 这钱被部队扣着 我没办法拿出来 等跟你订婚完了以后 那我就钱再汇给你 等等 这很多理由啦 就这样子慢慢来 又骗你上达 那怎么办? 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被骗 我想这样子 因为这种 时下的这种交友 你没有见面 那又不晓得他的背景是怎么样 你现在有些是真正到见面 你约到你到国外去见面 还是一个这个 不是你心仪的对象 你看了就会很那个 那时候你就会后悔了 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像这种你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背景 确实他的身份 那讲到说 钱的问题 慫恿你投资等等 这个你多少千万 就先查证一下 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 如果你没有跟他见过面 你怎么会想要嫁给他 你怎么会想要娶他 是啊 这一次我真的不明白 对啊 哪有这样子说 没有见面 你就钱要汇给他了 对啊 对啊 像我看到署长那么帅 我还会觉得 有没有可能 都没有看到人 对啊 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都还你都不晓得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要避免被爱情诈骗 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刚刚所长讲的 你就是 不要说 在网路上嘘寒问暖 然后对你很好 你就觉得说 哇 有人想要娶我这种感觉 第一个 没有见面的 千万不要相信 对 对 另外没有见面的 要你汇款的 你千万不要去汇款 对啊 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太多 这种什么跨国军官啊 然后什么 还有杜拜的酋长 酋长 还有机师什么的 另外 厄乌战争的 这些维和部队的 等等之类的 都来了 我其实都还蛮苦笑的 就想说 我们一生的幸福 一定要是托付给一个很值得的人嘛 那值得的人一定要见面 一定要见面 一定要见面 对不对 再次提醒大家 没有天上掉下来随随便便的爱情 对不对 好 那我是孟萍 我是阿招 我是阿招 我们阿招署长来了 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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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字有图 有标题 越耸动 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接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我先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集团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攜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媒